他叫山田刚思,22岁,个子不高,不爱打扮,怎么看都是个宅男 迷恋游戏动漫,从没谈过恋爱,穿着打扮老土,喜欢乘电车到秋夜园购物 由于不善于交际,经常被各种忽悠,买些根本用不上的东西 他有两个同样爱好的朋友,只要有时间就去看偶像和剧女服咖啡 由于工作上处处受到排挤,这也成为了他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当天晚上急匆匆地就往电车赶,不小心撞倒了即将登场的女主朋友 失落地坐上电车,看见了一生中最美丽的女神 就在这时,来了一位醉酒老头,大声地在车厢里抱怨,引起了俗辱的女主 大家全都吓得对下头,在欺负旁边大婶的时候,看到了一旁的女主 坐下就想要求亲热,动手动脚,旁边的人全都假装看不见 就在这时,山田站了出来 最后被一个年轻帅气的上班族制服 来到警局,说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女主和大婶们要了山田家地址,为她的英勇行为送些礼物 回到家妹妹一脸嫌弃,发自内心讨厌这样的哥哥 父亲在做饭,母亲常年不在家 回到房间,在论坛第一次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山田怎么也没有想到会直接引爆了大家的好奇心 火爆全网,各路大神全来为官 有鼓励的,有说风凉话的,还有出意见的 当时倒是一位华丽高贵漂亮的女性的时候 大家全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由于过于兴奋,第二天没睡觉就去了公司上班 毫不意外地成为上司出气筒 每天过着煎熬的生活,干啥啥不顺 午餐还被鸽子吃了,被管理员训斥一顿 公司派遣的女职员政府还出了问题,又是糟糕的一天 可当想起女主的承诺瞬间满血复活 果然有位女性送来了礼物 不过是大婶送的蛋糕 网友们认为没戏了,让她回归现实 过了今晚12点,就是自己的生日 真的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来到公司,还要完成政府小姐的辞职工作 中途为了帮小朋友拿树上的气球 摔伤了脚踝,资料还被扔到河里 恰好又赶上,放水被冲走 好不容易碰到的出租车,被老奶奶抢先一步 山田就是这样度过的每一天 家人讨厌她 工作也不顺利,甚至连小朋友都当她是白痴 就像被全世界的人讨厌一样 看着灯红酒绿的城市,更加衬托了孤独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收到了一份快递 刚开始没有在意 查看信件内容的时候,才发现是女主送来的礼物 随后哆哆嗦嗦地向网友报告了此事 礼物是两对茶杯,网友们各说几件 让她查看快递上的手机号码 一个经常被家暴的女人提议,打过去试试 山田不敢,深知自身条件有限,家庭也不富裕 网友们没有放弃,好心地鼓励她 这一刻她决定改变自己,在查看杯子的时候 发现是爱马仕的,大家全都惊呆了 竟然送这么贵重的礼物,普通感谢 根本不可能送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们炸了,不打电话说声谢谢也说不过去 至此之后,女主青山沙芝的外号就叫爱马仕 山田的外号叫电车男 网友们成了她无话不说的执行朋友 终于补起勇气,拨打了爱马仕的电话 白激动了一场,是语音信箱 之后开始各种幻想 原来只不过是因为陌生号码,没接而已 山田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得到了网友的认识 青山的妈妈也一直在催促乡亲 就在这时收到了山田的语音信箱 来到公司,上次晚上七点让她接待客户 正在和政府打电话聊工作的时候 青山来了电话,错失了交谈的机会 从厕所出来,手机正好没电 好不容易来到超市,想摆充电器却被人全部买走 来到便利店又碰到抢劫,太难了 最后没办法被上司抓到 客户的女儿非常喜欢动画 这可是山田的强项,不说道好 一说就没完没了,把客户给说懵了 网友们全都在等着她回来汇报情况 第一时间充好电,给青山打了电话 电话内容是,很感谢送的礼物 解释了没接到电话的原因 青山觉得能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挺身而出 肯定是勇敢的人 本以为这次聊天就此结束 青山却说等会儿洗完澡再打过来 网友们开始出谋划策 应该还礼,直接约出来 见面不如直接请吃饭 再次接到电话,这可把大家担心坏了 生怕会被拒绝 磕磕巴巴的终于说出吃饭的请求 网友们比主角都激动 最后约在下周日见面 由于山田基本没有社交活动 也不知道哪个饭店好吃 在网友的帮助下收集了不少情报 封印下宝费 封印下宝费 初计 cooks红莱 黄金 蒋 恐竟 我的 美 哦 青山要约会的消息很快被朋友知道 殊不知在车站早就见过面了 山田工作的时候 在看时尚杂志 被政府嘲讽 根本不适合他 当说起吃的时候 请教和女生吃饭哪里比较体面 政府一脸嫌弃地表示 看着穿着就是宅男 哪个女生愿意和你出去呀 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没办法还要请教网友 完完全全已经离不开这聊天室了 改造电车男计划开始 找到自己要好的朋友 一听说要去色谷时尚之东 全被吓了一跳 那里可是宅男的地狱 根据网友提供的情报 现如今已经没人穿短就T恤了 预算五万 万事开头男 那就先从发型开始 便宜的地方不能去 必须要去高档美容院 之后就是选衣服环节 为了爱马仕小姐 强忍着和女店人交流 对于吃饭而言 要先进行试吃 直到完全不辣 又好吃为标准 忙活一天回到家 家人被摘下眼镜剪了头发的山田吓傻了 青山拒绝了相亲 似乎对只见过一面的山田来了感觉 网友们既高兴又感到失落 高兴的是山田正在慢慢改变自己 如果错过追求青山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 作为一个宅男能迈出这一步 已经成功了 得到了自信 鼓励和成长 这些都是网友们的功劳 网友们也被山田的努力所感染 鼓起勇气面对现实的挫折 失落的是 一旦这小子成功了 聊天是很可能失去以往的活力 电车男更像是网友们的精神食粮 谁也离不开谁 第二天按照流程一向不差的完成 看着哥哥一天天的改变 妹妹也改变了以往的态度 山田问妹妹 看我还像宅男吗 妹妹暗示改变很大 早早的就来到约会地点 等了很久 隐神终于出现了 初次约会 青山对个仔小的山田并不在意 山田也是不自觉的 就紧张起来 刚开始并肩而行 但走着走着 就把他甩在身后 都不会走路了 感觉像他这样的男人 和如此漂亮的女人 在一起有点不和谐 推断无法迎合他的步伐 等再次回头的时候 来到精心挑选的餐厅 在点菜的时候 山田抢先一步 功课数十美白做 青山也很喜欢美食探店 山田就按照网友提供的话题 进行聊天 期间青山询问他平时的爱好 山田毫无底气地回答 上网冲浪 青山误以为户外方面的冲浪 为此大为惊讶 对他好感给增 虽然聊的都是冲浪的话题 但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面对如此高兴的女神 也不好意思说误会 吃完饭 一起走向车站的路上 山田紧张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起乘坐电车回家的时候 青山告诉他 你是个诚实的好人 下车的时候 山田一直想跟他说 下次再见面 却紧张地不知如何开口 最后在车门 即将关闭的一刹那 终于说了出来 我还会给你打电话的 也不知道听到没有 网友们觉得 就这样结束肯定不甘心吧 明天一定要再次打电话 毕竟还是宅男 一下班就来看偶像 偶像表示 就算是宅男也不介意哦 当说到是否愿意交往的时候 山田回到家 问起爸爸是怎么和母亲恋爱的 妹妹开玩笑地说 怎么看爸爸都配不上妈妈 爸爸年轻时候 号称阳光男孩 每天打骚扰电话 几天不睡 也要在母亲家附近偷看 青山在和母亲聊天中得知 以前被别的男人骗过 非常讨厌说谎的人 山田在网友的鼓励下 还是打了电话 才知道青山一直在等着来电 并且希望能成为朋友 有了上次的经验 再次一起寻找好吃的餐厅 进展太顺利 受伤的职业篮球选手 觉得对电车男过于意爱 脱离盆冷水 差点没被其他网友喷死 在上海的阴景准备回国 这个聊天室火热到人尽皆知 山田送资料的时候 在电梯里看到政府 在和上次爱你 政府的目的一直都不是工作 而是找有钱的老板 看到山田改变那么大 第一次愿意和他一起吃午饭了 晚上在家练习冲浪的时候 青山打电话说 下次吃饭想要带上各自的朋友 这可难助大家了 绝对不能让爱马仕知道 因为山田的朋友全是窄来 回绝肯定会被讨厌 网友们又吵了起来 让人没想到的是 青山前男友也在聊天室 还搁那出主意呢 由于山田毫无主见 整个聊天室 从一开始的权力支持 慢慢变得不同 山田迷茫了 觉得自己啥也不是 又回到了当初的状态 也不和网友们交流 然而突然有一天 山田想通了 认识到大家互相吵架 也是为了自己好 没有这个聊天室 就没有今天的自己 更不会和爱马仕小姐 发展到现在这种关系 说出了内心 一直不敢说的话 职业篮球手 一直在受负面新闻打击 一蹶不振 是电车男的话 让他重拾信心 大声告诉家人 不想放弃篮球 来到碰头地点 遇到了青山的朋友小户 突然想起来 在车站发生的事 对方看他似曾相识 却又想不起来 如果被发现 宅男的身份 就会被揭穿 朋友有点嫌弃他个子矮小 吃饭的时候 说起冲浪的事 没了网友的指导 只能连哄带骗 蒙混过关 恰好山田肚子疼 小布就开玩笑的 瞎说厕所的位置 耿直的山田 真就按着路线 跑一大圈 其实厕所就在旁边 离开的时候 约定还会互相联系 小布认为 山田太过于无聊 他应该属于最差劲的男人之一 一点都不般配 如果当宠物的话 还是不错的 可以治愈心灵上的创伤 青山前男友 曾对他说过谎 之后便对说谎的男人 产生了心理阴影 山田在和网友 汇报的时候 觉得自己还不错呢 青山前男友提出 应该展开进一步行动 关爱马仕小姐 有没有男友 或喜欢的人 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 在打电话的时候 青山希望去海边玩 听到海边 山田脑瓜子嗡嗡响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之前由于意思传达错误 兴趣被误会 成了冲浪 网友们一部分觉得完蛋了 一部分觉得 还有希望 最终决定一起 帮电车男收集情报 帮他渡过难关 山田也是拼了 上班的时候 带着滑板练习马步 上次夸奖 这次报告写得不错 推了一下 就这样飞出去了 政府在公司又混不下去了 上班摸鱼的时候 无意间打开了山田的聊天室 朋友找他来玩 也是一门心思的再练习 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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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我帮你 然而实战的第一天就想放弃 深有感触的青山前男友告诉他 你终究还是撒谎了 做不到就应该一开始拒绝 网友们也这样认为 再这样下去一定会以赏能结束 时间还剩三天 不如拼了老命去练习 大家的鼓励让深田瞬间清醒 就算失败了 起码努力过 第二天上班跪球同事帮他训练 请假三天差点没把上司气死 经过几天的努力还是没有任何进步 冲浪这项运动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就能学会 青山前男友告诉电车男 很久以前撒谎伤害过一个女人 失去后才发现她的重要 即使不会冲浪也没关系 重要的是怎么真诚的面对爱马仕小姐 英景和青山小时候是朋友 一直把她当妹妹看待 多年不见 发现青山越来越漂亮便决定开始追求 后续将是电车男最大的竞争者 来到约会当天 青山一脸期待地想看山田的表现 看着他身上的伤 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恰好天空下起大雨 本可以蒙混过关 然而山田却带着网友们的期待 说出一实话 第一次吃饭的时候 说的网上冲浪 是网上聊天的一种说法 就这样山田 在海边第一次吃到了青山 为她做的便当 政府小姐看聊天室也上瘾了 通过聊天内容知道 山田就是电车男 由于她的事迹 火爆全网 很快山田就是电车男的身份 也被政府小姐发现 政府似乎变得特别关心此事 不过还是看不起她 冲浪事件刚结束 又要进行联谊的窘境 当晚就带着两个宅男朋友赋宴 好在没露险 最近出现了变态跟踪狂 山田鼓起勇气 想要送青山回家 青山感觉一直被人跟踪 直到收到了好多被偷拍的照片 第二天 山田就买了很多防身装备 送给青山 中途不小心碰到了一辆自行车 水壶是关键哦 还有一本 记载了所有跟踪狂对策相关信息的笔记 并且主动提出 每天都要送她上下班 青山倒是很开心 只不过怕她这样很辛苦 由于山田的再三请求 就同意了 回家的路上依然那么尴尬 虽然和女神走在一起 还是很紧张 但是那样的温情 让她感到非常幸福 可现在的问题是 不知道跟踪狂是谁 也没有任何线索 网友们热烈地讨论起来 转天就找到青山 拿了被偷拍的照片 打算根据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 进行攻略 由于青山父母准备离婚 弟弟和母亲关系又不好 姐姐一直在劝弟弟回家 就没让山田接送 就在这时 跟踪狂以送快递为由 让她去趟公司 公父不负有心人 终于发现了跟踪狂的住所 就在青山家附近 警察打开门 墙上全是青山的照片 在房间的一角 发现了之前看过的水壶 山田不顾一切 跑到青山所在的公司 跟踪狂听到有人来 就准备逃跑 正好和山田撞在了一起 一看事情败露 就想要了结自己 被山田制止 原来这个男人 几乎没和女生说过话 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女生接触 只能采取极端办法 接近喜欢的人 其实这人本性并不坏 山田非常能理解男人的心情 对他说了之前的糟糕生活 在公司总是被上司骂 回到家又被家人讨厌 什么事都做不好 甚至每天都会害怕 失去心爱的人 担心会被嫌弃 他俩基本就是同一类人 唯一不同的是 山田背后有无数的网友 在支持鼓励他 男人知道自己错了 把一张青山笑得最甜的照片 送给了山田 山田让他当面去和青山道歉 男人瞬间泪崩 这一刻他释怀了 就这样 爱马仕小姐第二次被电车男所救 那个跟踪男也回到了乡下 皆大欢喜 山田胆子越来越大 在道别的时候 主动跳出电车 送青山回家 回到家还没平复激动的心情 就接到朋友的电话 动乱交流大会即将开始 并且能设立自己的攀位 青山为了表示感谢 明天让山田去他家做客 网友们炸了 这么难得的表白机会 怎么能错过呢 并且白天父母都不在 让大家浮想明天 青山无聊在翻看跟踪狂对策 笔记的时候感动的哭了 转天来到青山家门口 早已紧张的语无伦次 牵师和小狗玩了一会儿 又开始修起电脑 趁着青山倒茶的机会 偷偷地开始向网友们报告情况 山田啥也不懂 连喝茶都要请教网友 为了营造氛围还特意带了电影来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完全忘记了表白 白白浪费了大好机会 好在临走时 艾玛是主动约了他 山田一直担心 一旦失败 那两人之间的距离 就会越来越远 网友们却不以为然 正在接受网友教育的时候 朋友打电话问他 是否收到了一张蓝色信件 山田竟然幸运地 被动漫交流大会选中 参加者必须是本人 不巧的是正好和爱马仕约会同一天 面对这个问题 年纪偏大的网友主张约会 年纪偏小的主张参加交流大会 青山好不容易搞到了音乐会门票 山田却说谎当天要上班 女神不仅没生气还很支持他 于是约了休息日一起去买电脑 由于电车男在爱马仕家里喝了很好的茶 网友们也都想试试 政府小姐带着山田去英顶的酒吧喝酒 正好被青山和弟弟看到 两人眼神交汇的时候 别提多尴尬了 就在这时邀请韩吊了出去 弟弟觉得政府不错 政府也非常想认识弟弟 回家路上 青山以为山田有了新女友 有点吃醋 山田下定决心 等下回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对青山说一件 这辈子非常重要的事 提出 简直到 若干 许太 金 原来 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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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漫交流大会当天 许多人天还没亮就来熬夜占位置 然而山田的邀请还不见了 于是打电话向酒吧询问 对着青山弟弟说谎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资料 山田那帮人为了参加交流会都给人家跪下了 不过毫无卵用 想翻墙又被保安制止 其中一名保安就是网友之一 弟弟找到后把实情告诉了青山 由于电话打不通 这可把青山急坏了 便决定亲自送过去 有象花梨也成了电车男的粉丝 殷景想了半天才发现 原来聊天室里的爱马仕小姐就是青山妹妹 既然不让进也不能浪费一年一度的大海机会 青山好不容易送到 却发现山田根本就没在工作 他叫山田刚思 是个宅男 在众多网友的帮助下 好不容易赢得了女神的芳心 却因贪玩撒谎 伤害了女主青山的感情 殷景作为知情者 开始对青山妹妹展开追求 回到家的山田 也顾不上恶趣味的父亲 一句话都没说 向网友们报告了被甩的消息 大家是一脸问好 一定都要告白了 山田觉得是青山发现了他宅男的身份 才被甩的 然而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 而是说谎 山田想放弃 网友可不答应 这次他算是感受到了 真真实实的痛苦 开始打退堂鼓 变得一蹶不振 政府小姐由于经常换工作 把中介都整崩溃了 这份苦差事肯定落到山田头上 青山同样不好受 谎言分很多种 不能同日而语 觉得山田根本没有错 而是自己接受不了 晚上帮政府办完手续后 正好碰到青山和他弟弟 四人就一起去吃了火锅 弟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邀请山田为姐姐庆祝生日 顺便借机和政府约会 回去的路上 山田一直在道歉 希望青山能原谅自己 然而青山已经不打算和他再见面了 临走时 问了他一个问题 这些天发生的一切 是不是虚幻的 青山告诉他 和你在一起时不是虚幻 而是无可取代的美丽回忆 想起美好的过往 山田决定不会就此放弃 而是让美好的回忆继续延续下去 大家又有了动力 开始帮电车男分析原因 虽然外表改变了 但内心依然是个宅男 想要脱离宅男可没那么简单 首先要把珍藏已久的动画 游戏和模型 都要扔掉或送人 其次还要改变性格和特质 山田为了爱马仕 想要尝试脱离宅男 虽然不一定能挽回 但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认可 山田崇拜的偶像花梨 看到流言备受鼓舞 决定要去留学 实现真正的梦想 卖掉珍藏已久的游戏光碟 实际上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值钱 恰好店里举办活动 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 这获得了一台最新的游戏机 和游戏光碟十章 随后哭着将手办打包扔入盒中 其中一个网友也有样学样 然而去音箱子上写了地址 被人连同网友的一起送了回来 这回可好 东西是越来越多了 最后肥水不留外人田 全部送给了两位朋友 还为他举办了脱离宅男的仪式 马上就是青山的生日 赤巨资买了五个盘子 作为生日礼物 决心抹掉宅男的污点 放手一搏 明日が誕生日だから 0時ジャストにかけたら おめでとうコールは少なくとも悪い気はしない 俺までにね 電車の一面を見捨てみれ 男らしくってことだな つやきに ただ電車の会いたいって気持ちを 遠慮せずに伝えろってだけだ あってねお電車 あいつには 俺が必要なんだ 午夜青山接到了山田的电话 鼓起勇气约了七点 在第一次约会的地方见面 就挂了电话 殷景也是拼 准备生日当天给爱马是一个惊喜 带着网友的期待来到约定地点 也许这次更加痛苦悲伤和害怕 即便如此 还是会努力等到爱马仕的出现 是网友们改变了山田 回报大家最好的礼物 就是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殷景准备好了一切 等了半天没一个人来 聊天临时更换了地点 着急麻风的想要开车赶过去 不小心碰到杯子 启动了机关 约定的时间已过 天空下起了大雨 青山也是坐立不安 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见面 就在这时政府小姐一身红装降临生日宴会 找到正在纠结的青山 告诉她原来一直很讨厌山田 甚至觉得很恶心 但最近感觉那个家伙让人心疼 暗示有个白痴可能在大雨里等着她 恰好殷景感到 硬拉着青山去看自己的杰作 在经过约会地点的时候 看到了大雨中的山田 青山以为英景是特地为了自己和山田而来 山田由于怕青山找不到 一动都不敢动 在大雨中站了好几个小时 看到女神的到来 男眼心中喜悦 同时告诉青山 自己已经不当宅男了 只想做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青山哭着说 不是这样的 终于解开心结 认识到自己接受不了一点小小的谎言 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 就这样英景实实在在地 当了一个工具人 大家没有看到 电车男会到情况 全都交集晚分 英景就冒充电车男开始进行聊天 然而网友们根本没人鸟他 知道是个假的 在医院的山田还没有醒 青山照顾了整整一夜 英景一拳将其锤醒 之后悄悄地对山田说 自己是青山的卫尊夫 你已经被甩了 妹妹来到医院 帮哥哥为青山送上迟到的生日礼物 不过礼物已经全碎了 妹妹表示 从懂事以来 就一直不喜欢哥哥 但是自从和你在一起后 变得不是那么讨厌了 感觉哥哥现在已经很了不起 不过只是玩玩 请不要再让他痛苦 网友们全都无精打采 长发帅哥版主 就开发了一个小游戏 为大家解闷 性别 男人 T言 残念 但你也没有一生缘的相似 对吧 什么 女人 女人 入力 比较 速度的答案 另一位女网友梁子 打开聊天室发现 小鸡游戏是自己设计的 原来 他俩曾经是情侣 由于版主 在创业期间 被朋友骗 为了逃避责任 断绝了和所有人的来往 没有勇气面对他 女友在网友们的见证下提议 如果电车男和 爱马仕恋爱成功的话 就和自己见面 反过来说 没成功也就别见了 青山的朋友 也开始觉得 无法接受小小的谎言 是种病态 殷景通过之前的聊天记录 发现爱马仕小姐 喜欢会冲浪的人 在玩小鸡游戏的时候 被嘲讽一辈子都单身 右手将是这辈子的恋人 两位宅男朋友 来看望山田 以各种稀有手办 引诱他回归宅男的队伍 出院后 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 心里很不适滋味 那些陪伴他度过 日日夜夜的朋友们 全都不在了 心里空落落的 随后和网友们 说了当晚的情况 和爱马仕 有未婚夫的事 一听马上订婚 并且还是个帅哥 大家全都念了 同位宅男的网友 鼓励他 能努力到今天也不容易 别管对手是谁 冲就完事了 网友们突然意识到 肯定是那个 假冒电车难搞的鬼 我心里想要求电车的声音 山田瞬间充满了斗志 毫不犹豫地拨打了电话 没想到青山正好不在 被阴景发现直接拉黑 顺势邀请青山 一起去海边冲浪 青山还傻傻地 等着山田的来电 之后便打到青山家里 多多缩缩话都说不清 稳定情绪后 希望青山母亲 帮忙转达自己的心意 母亲肯定了解自己的女儿 知道是山田撒谎了 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是宅男 而被讨厌 不过要刻意隐瞒自己 宅男身份的话 很可能又是一种谎言 网友们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是让他继续脱离宅男 一种是坦然面对 把宅男那一面展示给爱马仕 山田决定不能对爱马仕撒谎 坦白宅男的身份 青山准备去海边的时候 母亲突然说 这世界上没有不说谎的男人 说谎并不等于背叛 原来青山母亲和青山父亲 也是因为谎言 才准备离婚的 来到海边阴景又开始幻想整活 马上就要实施的时候 青山弟弟打电话告诉姐姐 山田哭着给你打了很多电话 都打不通 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说 回想起和山田在一起的时光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和殷景打声招呼 就离开了 殷景一到关键时刻转倒霉 车先是被肃子相识 女人开走 一个不注意 玩具车又带着戒指飞下了悬崖 山田还是打不通电话 就在心情低落的时候 门铃响了 开门的那一刻以为出现了幻觉 就这样青山第一次来到了山田家里 山田把自己的一切 毫不保留地展现在女神面前 高中的时候开始喜欢动漫 自那之后开始收集手办游戏之类的东西 每天的爱好 就是逛宅男圣地秋夜园 参加偶像活动等等 为了一张先命海报 可以三天三宿不睡觉 不爱说话 喜欢一个人玩游戏看动漫 就算周围所有的人都讨厌自己 还是无法放弃宅男的身份 这次山田真的把所有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完完全全展示了真实的自己 其实青山根本就不在意这些 甚至还觉得比较有个性 甚至还觉得比较有个性呢 最后山田把自己最喜欢的手办送给了青山 女神也是爱不释手 这次可不得了 山田竟然和青山小姐约了一起去宅男圣地 秋夜园 秋夜园最早是在二战后形成的 专门售卖各种高品质电子产品推示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 这里的商店先是大量供应电视 冰箱 几年后开始出现录像机和游戏机 如今 电子产品店 模型玩具店 动漫产品店和主题咖啡馆 另一间共存 之前他俩曾有过约定一起去选过电脑 女神点名要去秋夜园看看 只为更多的了解山田的习性 男网友们全部在幻想爱马仕穿你服装的样子 聊天室里的阴景表示 太过于可爱无法接受 随即幻想起穿格子裙 双马尾的打扮 来到约会当天 青山主动提出要牵手 虽然看上去有点不和谐 但也没什么大毛病 山田非常贴心地帮青山整理了很多电脑资料 作为宅男妇女的天堂 女神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秋夜系的宅男根本把持不住 买完电脑后 青山提议一起去拍大头贴 之后在街机厅见到了两位朋友 由于山田坦白了一切 大家全都放开了玩 其中一位朋友问 青山小姐真的不介意和我们这样的人在一起吗 女神凝视 什么介不介意的 开心最重要 不说话倒好 一说话蒙发了所有人 最后来到山田的秘密基地 准备进行表白 然而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回到家 山田在聊天室发出了奇怪的表情符号 网友们以为把他逼疯了 原来是爱马仕传来了一张睡衣图片 还有在床上滚来滚去的视觉 山田开始得意忘形 网友们是又其又羡慕 第二天来到青山家里安装电脑 青山母亲第一次看到山田这小玩意儿 倍感惊讶 觉得女儿在和自己开玩笑 母亲虽然不太满意 但却提议邀请山田下周吃饭 山田独自在青山的房间里 房间里充满了各种好闻的味道 女神一直在暗示她自己没有男友 赶紧表白 却再次失败 没有说出口 回家报告的情况 下周聚餐的时候 爱马仕的父亲可能会来 再次迎来了网友们最喜欢的环节 电车男改造计划二 先是调查同事的西装 再拿买的 以及参考穿着的语解 上次吹牛不穿日本制造的西装 商标却写着是日语 谈话技巧方面 只能找政府小姐练习 网友提议先从夸奖开始吧 就算被揍得很惨 也要笑脸相迎哦 最后是餐桌礼礼环节 让妹妹在一旁监督指导 说错的话就会被电击 山田父亲觉得挺好玩 就接替了妹妹的工作 吃饭当天 殷井包场了整间餐厅 其目的只是让山田难堪 逼迫他多喝水去厕所 找了一个很像山田的替身 破坏他俩之间的关系 不巧的是青山的父亲正好过来 原来母亲不想和父亲单独见面 才邀请山田吃饭的 青山父亲扔下离婚协议书 母亲一直拖着不肯离婚 父亲见面就要赶走山田 就在气氛紧张的时候 山田竟然回来了 看到哭成泪人儿的女神 鼓起勇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大概意思就是 觉得结婚恋爱都很不容易 需要付出超乎想象的勇气 虽然自己的父亲是个靠不住的人 母亲又经常不在家 但是我们一家一直很快乐 孩子也希望父母笑口长胎 甚至比任何人都希望父母快乐 所以无论何时 请保持乐观 保持乐观 福刀 离婚届 相似的 劳定 制估议 我们有坂出的 哪许 一辈 美 呦 我自己的家庭 負責的 電車男 再上 ecosystems 哇 就是這麼想 整據計劃 沒意思 終わりや急 我沒資格 沒資格 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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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告一段落 整个论坛越来越火爆 网友们担心爱马仕总有一天会知道 山田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由于内容都是真实想法 其中不乏各种神奇的言语 最可怕的是两人发生的所有事 完完全全暴露在网上 在背后工人谈论 就算爱马仕脾气再好 换谁也不会接受 这样过分的是吧 政府小姐在和青山弟弟约会的时候 忘记关电脑被发现 知道了姐姐和山田的所有事 政府小姐被冤枉成内奸 有苦说不出 网友们和山田一宿没睡 山田并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没有这个聊天室就不可能相识爱马仕 自己也不会开始喜欢自己 能遇到你们这群出色的网友 是我这辈子的荣幸 一直以来 因为你们的陪伴 才会努力到今天 这个聊天室是电车男的荣耀 必须要毫不保留地告知女神 希望爱马仕小姐能理解自己 和网友们的珍贵回忆 弟弟急匆匆地回到家 告诉姐姐被山田那小子骗了 基本上他俩是人尽皆知 青山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呢 可事实就是如此 所有的事都被鲜明地写出来 正好看到他家离婚的那件事 并没把完整聊天内容看完 看到山田在家门口 青山弟弟上来就是一顿暴走 山田想解释留言板的事情 然而正在气头上的青山 完全听不进去 随后丧气地回到家 山田的母亲在和父亲掐假 原因是父亲和其他女性打个招呼 这回彻底被甩了 丧失斗志 怀疑自我 山田开始反思 对于脱离宅男类似并非自愿 只是为了不被爱马仕小姐讨厌 而不是为了让她喜欢我 不敢出门的网友 一开始很瞧不起电车男 打的电话都举起不定 说话哆哆嗦嗦 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把电车男当成了榜样 其他网友也都不甘心 大家聊天的内容又不是谎言 全都为她感到惋惜 那 你让我给我感到 电车由宇宙开 电车由于自己的予渊 电车让心 电车用来的 电车快乐 电车一般 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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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 电车 电车 你 不想 不松 中 不敢出门的网友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 山田虽然不舍 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回想起和青山小姐的点点滴滴 和网友们一起开心的日子痛哭流涕 颓废的英警无意间听到电车男和爱马仕分手的消息 立马满血复活 政府小姐找到青山弟弟 想要替山田解释其中的缘由 弟弟不想听 政府小姐也不装了 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让他好好看看留言板的内容 说完帅气的转身就走 青山要去国外出差 山田也三天没来上班 气得上死想要辞退他 还没等说完 被山田的同事急穿制止 他可是公司老板的儿子 晚上政府小姐来到山田的家 劝他想开点 宅男和有钱家的大小姐本来就不合适 政府一直都是大大咧咧 让山田直接脱掉衣服 想要补偿自己的过失 青山的朋友小顾也知道了聊天室 网友们也都没事干 无聊的度过每一天 沾爱粉眼睛老哥直接开喷 我不在的时候 为什么不好好保护电车呢 老哥的意思很明确 并非一定要成功 但绝不能留下遗憾 电车男还没有正式表白 等表白后放弃也不算晚 之后开始动员网友们寻找山田 一人で乗り越えられない壁にぶち当たった時は 车站管理员带着儿子拉起横口 不敢出门的网友负责贴纸 小展宇在街头唱歌吸引路人 长脸大胡子夫妻在纸巾上 写上电车告白字样免费送给路人 真爱粉老哥更猛 直接不顾阻拦 在电视直播打广告 殷景也没闲着 把自己的画像寄给了青山母亲 幻想开始 青山朋友小布看了完整聊天记录 她一直是特别讨厌山田的 现在却成了她的粉丝 提议青山好好看看这个留言板 不过青山小姐还是接受不了 最后山田和朋友们来看偶像 殊不知偶像早就是她的迷妹了 在直播间说起了电车男的故事 直言是电车男给了自己勇气追求梦想 诚恳地呼吁 回聊天室看看吧 大家都在找你呢 这些 这些 the early dawn,shades of time twilight crawling rio existed moyens ne lives from away from the outer sky twilight if you will find without a trace you'll go away 另一位朋友玉子也看了聊天内容 希望看过全部内容再下定论也不迟 临时看过的人都会重新认识那个男人 山田回到家第一时间打开电脑 曾经捣乱过的职业篮球手也回来为他加油 现在他的腿一直在好转 拖电车的服每天过得很开心 不仅仅如此 走出困境的其他网友 得知消息后也都回来了 网友们的每一个字都深深触动着山田的心 感动的说认识你们这群家伙真是太棒了 决心最后再拼一次 山田回到公司递交辞职信 老板却变成了上次帮他练习充忙的同事几川 曾经的上次被贬为小职员 被新老板驳回辞职请求 明是任何时候都享受带新约会的权利哦 回到家报告网友 现在就打电话给爱马仕 就算不接也要用尽所有办法留言给他 说是那样说没错 可拿起电话就开始哆嗦 青山一看是山田的电话根本就没接 通过语音信箱留言 希望他能从头到尾看看聊天记录 事已至此 剩下的就看天意了 虽然聊天的内容有点宅 甚至是奇怪 但全都是真实的内容 没有半句谎言 就算失败也会坦然面对 发自肺腑的感谢 这些素未蒙面的网友们 给予自己的支持 在大家的见证下 为爱马仕小姐留言 明天会在秘密场所 一直等着女神到来 青山也是纠结拿不定主意 转天一早 山田就带着被褥干粮 准备去秘密基地 今天可能左右电车男的人生 没有后路必须要做个了结 青山独自在家 连母亲都被山田改变了想法 暗示闺女 那个小玩意儿有点东西的 英景胸有成竹 然而来相亲的不是青山 而是青山的母亲 青山忍不住听了山田的留言 带着偏见看起了聊天内容 女神从发布的第一个留言看起 这才知道山田是个老好人 从来没和别人吵过架 为了她第一次勇敢地挺身而出 青山是越看越上头 认识到大家全都没有故意 也没有任何谎言 爱或者哪个编子 你怎么识到这个呢 俺女の人と並んで歩くことに普通に歩いてると置いていっちゃうんですよ 大丈夫ですよちゃんと掴んでますから ちょっとした伝達ミスで俺の趣味がサーフィン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 だ この掲示板に書き込まなければエルメスタンと二人で会うことなんてなかった 俺の誇りです 俺の気持ちを みんなの大切な思いを 独自在秘密基地的山田接到了政府小姐的電話 政府小姐想让她接自己下班 貌似对一直讨厌的山田产生了爱意 不料被强力拒绝 心中难免有些失落 殷井也展开了最后的攻势 同时也肯定了电车男的努力 打電話片山田青山小姐病倒了 让她赶紧去医院看看 自己则在门口守住带裤 带青山去没人的秘密基地 收音机里一位明星为电车男献上了一首歌曲 山田到位医院却没有看到人 给青山弟弟打电话得知 根本就没这一回事 弟弟同样完整地看了留言内容 认可了他的真心 青山焦急地在邱医院寻找 看到了可能一辈子只能看到一次的情景 之后殷井又把青山骗到了车站 准备执行最终计划 幻想开始 这次 本剧最伟大的工具人诞生 之前拖发车的两个女孩 又白捡了一个钻戒 新来的车还被违章拖走了 网友们一宿都没睡全都等着电车男回来 汇报情况 两人回到秘密基地 双方都没有说话 青山小姐率先打破沉默 了解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明白了她对自己的心意 山田这次没有磕磕巴巴 表达爱意的同时 嫌弃自己不能给女神更多 青山鼓励她勇敢地表白 山田有生以来 第一次体会到 被女性温柔对待的经验 布袋 W Dag 好きって言った もっと好きになっちゃいました もういい 若者にせっくりだ 春が来た 春が来た どこに来た 今年のMVPはお前だ 离开秘密基地后 去了公园 青山送给山田一条 和自己一样的项链 差点没给这小子乐坏了 之后说一些没说过的话题 也是关于聊天室和网友的内容 山田隐形眼镜掉了 贾介看不到青山脸为由 让青山小姐慢慢接近 网友们被毫无征兆地偷袭 全部震网 青山朋友玉子得知 山田朋友松荣家里是个大地主 就想要和她交往 然而森永并不喜欢她 她只喜欢有漂亮脚踝的女人 山田的妈妈终于露脸 貌似是个配音演员 不过忘记她是谁了 殷景吃着香蕉 吐槽着每次都当工具人 政府小姐抱怨着山田 竟然不喜欢自己 中途有个小老弟想结色 这回算是惹过了 殷景看到后 学起了电车男 政府小姐顺势开始装嫩 只用几秒钟 就找到了各自的另一半 山田回到房间 还是习惯性的报告情况 不过这回网友们都不买账了 大家语重心长地告诉她 你已经毕业 差不多该到分别的时候 毕竟在这里讨论的 都是单身 只有离开这里 才能踏上新的旅程 网友们和电车男 做了最后的道别 球迷从电车身上学到了 不能永远都当啦啦队 决定亲身站在球场上 车站管理员是个打酱油的 西装男懂得了 男人并不是只有歪点 文学老哥被电车的诚实 和魅力深深的吸引 拳击小哥也想要从 醉酒老头手中 就一次爱马仕小姐 考生小弟也发誓要考上大学 享受校园生活 图书馆里人开心地哭了 爱喝酒的大爷 最恋恋不舍 希望他以后 也能帮助其他人 长脸胡子夫妻 蠢蠢地真爱 这都夫妻好到没话说 版主前女友 一直都是网友中的主力 自始至终见证了 电车男的努力和成长 按照之前的约定 和版主忠诚眷属 政府小姐有点后悔 后悔没把山田拿下 另外一位大爷决定 以后更加疼爱老婆 以后聊天室就会关闭 切ないよ 胸が痛いよ 明天から俺は 何を楽しみに生きてけばいいんだ 結局 电車は俺らの望みだったんだ 电車大好きだ 行くなー あと少しで 电車のいない日々が始まる 気になる けど見たくない お前ら 電車 出車での 発車ベル 鳴りまーす 最後一個留言 給了電車男 希望網友們 也能綻放光芒 この人たちのおかげで 私たちは一緒になれたんですよ 最後的最後 青山弟弟 山田現在的老板 還有英景奇聚一堂 三人通過交流 全都被政府小姐騙了 大家以為只有他們三個受害者嗎 那可是太小看政府了 歡迎來到政府小姐受害者協会 其中被騙的很多人 都是幫助過電車男的網友 至此電車男 全部11集解說完畢 這是我看的第一部日劇 也是印象最深的一部 看的過程五味雜沉 有哭有笑 個人覺得 本劇見證了網絡 剛剛新起時的本質 網絡時代的愛情 本就應該是這樣 通常人們都覺得 網絡使人變得冷漠 隔絕 卻忽略了網絡 還有溫暖的另一面 網絡是虛擬的 人情卻是真實的 網友們 在改變電車男命運的時候 同樣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進化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兒 說了很多廢話 後續還會有一部特別版 喜歡的不要錯過 今天為大家帶來 電車男另一個結局 英景在電車男的秘密基地 準備向政府小姐求婚 不料接到老爸電話公司倒立 在坐電車的時候 看上了版主女友 以變態大叔的形象 開始進行騷擾 被另一位電台網友制止 最後被拳擊小哥輕鬆制服 完成了心願 成功地營救了一次 愛馬仕小姐 當緩過神才發現 和電車男的劇情一樣 車廂內一度十分尷尬 山田和青山一起乘火車去旅行 睡覺的時候都要一起牽著手 事情要回溯到三個月以前 山田好友松永才是引爆留言板的鼻子 他在教友網站揭示了新的女友 網友們才有了存在的意義 之後在餐廳被新认识的女孩忽悠花300萬 買了一把二手破吉他 號稱是大褲衩樂隊曾用過的 女孩亮出漂亮的腳踝 毫無猶豫的就掏錢買下 明知自己被騙還要直男兒上 不引爆留言板才怪呢 300萬元 真是要批評了嗎 買了 我為了朋友們把她的頭髮倒下了 女孩哭了 但契約結束後 女孩就把男男的女孩回來了 對呀 騙過了 吉他男的男的? 吉他男的壽毛 買了 哪個弊 我還沒書在這裡 最後 獨身男的男人 獨自製 萬事 在之後 電車男才出現 成為了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其實最早網友們 一直在期待的是吉他男 而不是電車男 這艾粉老哥名叫牛倒 一直非常喜歡的一個陪酒女孩 Tiffany 借錢在女孩身上花了200萬 突然不辭而別讓她心煩意亂 看了電車的留言後更加想念了 通過打聽發現了Tickman下落 不過貌似已經有了其他男人 牛倒老哥也不容易 為了他欠下了不少債務 僅有的戒指也被高利貸當利息拿走了 山田剛認識青山小姐的時候 就帶著兩位朋友去參加的移民 宋永無異間和玉姐說了被騙300萬的事 以大姐姐的方式教育了她一頓 第一次有女性對她這麼好 為了表示感謝表演的絕技 王八產卵 綠子在看雜誌的時候無意間得知 松永是個少爺 立刻態度180度大轉變 像松永是好 松永其實也很喜歡綠子 只不過害怕再次被騙 撒謊說不喜歡她的腳踝 此時見到屏幕襲來一股熱浪 網友們開始了尋找電車男計劃 當看到電車男最終表白留言後 松永開始扮演愛馬仕小姐 朋友扮演電車男 看到電車男計劃的話 想要紋理。 啊 啊 頑張って エルメスさんのことが 私も 電気屋さんの人が だから これからも ずっと 一緒にいてくれますか る うん の うん みんな 生きてるか お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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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勇被自己的一顿 骚操作所感动 鼓起勇气哆哆嗦嗦 给玉子发了一百条短信 流言明晚七点 体育馆不见不散 起初玉子是为了钱 但是出于女性的本能 又放心不下他 便决定去看看 被激励的牛岛 也决定一看究竟 就算被骗 也要告知蒂菲尼 喜欢她的心意 长途跋涉 来到女孩工作的地点 蒂菲尼 也要告知蒂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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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也没忘了为吉他男加油 其他网友们也都全部来到体育馆观看这一首号 就当大家全要走的时候 流导老哥站出来 帮吉他男说话了 虽然他是一个典型的宅男 没与任何人交往过 甚至 蠢到在交友网站 被骗走三百万 可是吉他男认识玉子小姐之后 为了表达心意 重新站了起来 演奏的再烂烂又怎么样 请听完 再走也不迟了 当听到玉子小姐请她吃饭的时候 完全放飞了自我 就这样流言版的鼻祖吉他男 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结尾服务员认为 山田和青山是新婚情侣 就顺理成章地安排在了一个房间 由于电车男电视剧太受欢迎 收视率平均达到了惊人的21.2% 勇夺当年的收视冠军 一年后特别版横空出世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电车男 Deluxe最后的胜战 故事开始 秋夜园作为宅男的天堂 随着玉宅族热潮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来到这里 一年后秋夜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女服咖啡店里全是游客 有情侣还有旅行的学生 名产特色食物也遭遇疯抢 人们见到宅男就像看到熊猫一样 被女生围堵拍照合影等等 宅男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赶上街的简直少之又少 山田的朋友为了延续秋夜园的尊严 不去躲藏 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电车男的故事 让整个秋夜园变成了打卡圣地 外星人也被深深的吸引 降落到地球 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阴景经营的酒吧倒闭 开始了寄人临下的生活 山田还是那个山田 依然改变不了白男的本质 今天是电车男向爱马仕小姐求婚的日子 真爱粉老哥也有了新引用 其他网友也都还在 只有文数不多的还保持着单身 电车男也没忘记网友 又回到了留言板 各路大神全部毁了 山田花了三个月的工资 买了结婚戒指 带着青山小姐去了网友推荐餐厅 关键时刻还是老样子 想要求婚 却怎么也表达不出来 恰好连桌有人求婚 被无情的拒绝后更不敢说了 殷景的老板为了挑战电车男 让一位女性负责寻找她的下落 倘若有人能找到她 就奖励一千万现金作为奖励 这是一间很有名的IT公司 老网友根本不当一回事 新网友则不管那么多 开始分享情报 电车男常去的地方全被占领 不知情的山田更是一头雾水 偶像花离留学归来 主持人问她 如果电车男就在现场 你会怎么办 另一边留言板的两名网友 相对聪明性 确认了山田就是电车男 幸好中途被甩胎 回到嘉文网友才知道 一个名叫Subernext的IT公司 悬赏一千万在找她 那边的网友把山田研究得相当透彻 从特征到外貌 经常去的地方全被保护 甚至还有行动代号 名叫捕猎电车男计划 如果再被进一步挖掘 很可能别个人照片 家庭住址什么的都会被公开 爱马仕小姐也会跟着保媒 总之私生活肯定都没有了 经过网友们一顿分析 差点没给他吓死 明天还要和青山一起看电影 只能被迫取消 为了不被监听 讲话要控制在30秒以内 青山是一脸问好 第二天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 化妆成秃头大叔 躲藏的时候被小孩摘下假发 英警老哥喝嫩酒的时候 才发现是公司老板 在悬赏一千万捕猎电车男 作为曾经的对手 也是最了解电车男的人之一 怎么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 随即Cyber Next公司 停止了对电车男的搜索 由于还不明确对方的目标 网友们提议暂时回避 与爱马仕小姐的接触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先暂时不见面了 这天晚上 青山的爷爷突然造访 下周日让他和自己 一起去和客户吃饭 青山朋友觉得肯定是相亲 当时也没好意思拒绝 想和山田商量却找不到人 青山的爷爷同样造访了 山田的家 还没等介绍 就知道他是电车男 直接进入正题 希望他能和孙女分手 觉得山田根本没有能力 保护好青山 新的阻碍出现 山田失去了自信 觉得青山爷爷说的有道理 这可把网友们难住了 突然有网友提到 让他去拿神秘的黑珍珠 听说把自己的名字 和出生日期告诉持有者 就能得到属于自己的恋爱 不过由于是传说 网友们也都没人见过 只知道是在一座 位于南太平洋的群岛上 由于山田 害怕失去青山 打算死马当活马医 试着去找寻一下 然而一看存折 只有300块钱 政府小姐受害者协会 越来越壮大 发展成了世界性的组织 受害者来自世界各地 山田的老板 成了协会老大 负责善后事宜 为了赚取路费 山田开始打工 因为跑得太慢 被开除 工资只发了抽奖券 就把他打发走了 来到抽奖的地方 有三次抽奖的机会 前两次都是安慰奖 第三次却意外地 抽到了特等奖 两张正好是去 黑珍珠所在地的 塔西提小岛 突然狂风大作 奖品被政府小姐拿到 到了政府小姐手里 再想拿回去 比登天还难 这一幕恰好被青山看到 也没打招呼 就失落地离开了 山田没出过经验 网友们又开始了 电车门 出进旅游计划的项目 这次是和政府一起去 没有告诉青山 还没上飞机 就发现了新的受害者 政府看到情侣就来气 强行让男人帮忙拍照 将其拆散 一起来的山田 则成了女人们出气筒 寻找黑珍珠之旅开始 寻找的过程中 当地的土著全被政府榨干 期间发现了一个和山田长得一模一样的土著 他叫刚达 之后送给了山田一张 寻找命运黑珍珠的地图 他曾经有幸获得一颗 政府看后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山田滑着小船来到小岛 塔西提族人为了保护领地 会在选定的树下用小便做记号 其他人在这样做的话会被当成祭品 一定要闻下有没有尿味 找了半天 所有地方都被人用过 终于憋不住在河里尿了出来 顺便一提 水对他们更重要哦 被抓到后 无意间拿出的手办将其吓退 得以逃出生天 夜晚的树林里各种怪声 地图也跑丢了 就在这时 看到青山的幻影 为他指引了方向 青山爷爷带着孙女来和Subernet的老板 钱袁相亲 他爷爷的工厂遇到了困难 钱袁一眼就相中青山 等山田醒来 被带到一个洞穴 找到了命运的黑珍珠 守护的人竟然是山田的前上司 没有刁难他 轻松入手 回到刚达住所 政府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黑珍珠 打算一直留在这里 不走了 不过预言 却是山田最爱的女孩 和别的人结婚 回到家报告了网友们 不幸的消息 钱袁找到山田 让他拱手相让青山 山田自知能力有限 再加上 不幸的预言 就想要放弃 网友们 当然不答应了 经历那么多坎坷 怎么说放弃 就能放弃的呢 青山爷爷再次造访 觉得很对不起山田 这么做的目的 并不是怕工厂倒闭 而是为了三千名员工着想 再次请求他俩分手 就这样无奈地和爱马仕小姐分手了 山田强忍着内心的伤痛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甚至背着良心说出了 不再喜欢青山的话 山田一心只想让爱马仕小姐过的幸福 第一次没有听从网友们的意见 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再次离开了这个留言板 青山在家里收拾山田的遗物 因紧要走了手办和其他所有的东西 办起了电车男博物馆 前员开始进军宅男行业 似乎背后有着很大的阴谋 青山母亲觉得那个前员不咋地 心思多 还是山田更好 告诉女儿 就算没钱住几平米的公寓也没关系 山田连玩游戏的心情都没了 政府小姐来看她也是爱搭不理 当听到和青山分手后 是一脸的震惊 山田一直觉得是欲言灵验了 政府小姐却告诉她根本不是 她被人算计了 刚达在读黑珍珠文字的时候 就觉得有问题 干坏事的幕后指使者就是前员 政府一边捶她 一边让她像个男人一样 夺回自己喜欢的人 山田来到Saber Next讲理 却被嘲讽 是她自己和青山分手的 随后前员道出实情 所做的一切都是捕猎电车男计划的一环 和青山结婚也是各取所需而已 之后给了山田一次机会 只要在电车男展览会当天站上舞台 明确说明自己就是电车男 就放弃和青山小姐结婚 青山爷爷的公司能得到融资 自己的股票也会暴涨 山田也明白 一旦承认自己是电车男 必然会成为媒体的焦点 更不可能和青山恢复到以前的关系了 青山的朋友玉子终于搞定了土豪松永 无意中说出了电车男就是山田 朋友在担心山田的时候 松永使出了绝技 王八产卵 想出了对策 以及他男之名 把情报告知了留言版的网友们 电车男是以取消结婚为条件 准备在电车男博物馆公开身份 正当大家失落的时候 怎么能少了这爱粉老哥呢 感觉是什么 听说 我想来 我从哪里也不是 电车的主要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 但我们的电车 也不是我们的 人也不是我 很强烈的 所以 我们能保持 是我们的 你们 这种 因此 你怎么能得到电车的 是谁 能不能够 是谁 是谁 能够 是谁 政府小姐来到青山的家 把山田的命运黑珍珠给了她 这可是山田拼了老命找来的 再三叮嘱青山 一定要特别小心前缘就离开了 电车南博物馆 全是爱马仕和网友们的美好回忆 每件物品都有一个小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人打算将电车南变成摇钱树 所谓越是纯粹而感人的爱情故事 越能让更多的观众感动贪心 青山想要告知观众真相 却根本出不了门 这爱粉老哥直接在会场 你们不让观众进 其他网友在后面支援 没一会儿就被保安制服 版主写好了电脑病毒 让女友帮忙侵入系统 电视直播被中断 留言板出现在大荧幕上 网友通过手机将信息告诉山田 为了不让人看到真实的电车男 大家尽了全力 但依然挡不住好奇的人群 通过留言恳求在场的各位 能体谅一下电车男 他只不过是想和心爱的人 在一起而已 对于他的长相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电车男对爱马是纯粹的心意 我准备无力な俺たちで 会場にいるみんな みんなでスページに立とう 誰か電車が分からなくするんだ お前らに 電車の幸せを壊す原理があるのか 電車のおかげで 前を踏み出すことができた ここにいるみんなも 電車から何かをもらったはずだ その電車が エルメスのために 捨て身の覚悟でスページに立とうとしてる 俺は イン警被网友和山田感動 想要制止 却无能能力 山田最终还是走向了舞台 当升起木帘的那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网友们 全都一起转过身 背对着他 雖然大家都想看電車男的样子 但更不想破壞他俩的幸福 山田用魅力 征服了所有人 前緣这播出得很彻底 毫无遗憾的那种 就这样 迎来了完美的大結局 整部剧看下来 脑海中全是伊藤淳石所饰演的电车男 夸张搞笑的表情 和伊東美笑女神 无法被忘却的美丽 这群网友们也很可爱 之所以用了很多原声 是为了彰显 每个网友的个性 他们才是整部剧的灵魂 至此 电车男TD版 和特别版解说完毕 希望大家喜欢